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一鑫 去年的二月份就是跟我电话说的 你有时间没有,他说你有时间没有 我说怎么了哥,我这个电影啊,我酝酿了很久 那个有一个角色,我也不知道,你看你愿不愿意来 我先把东西丢给你看一下,然后说我喜欢哥,你先丢给我吧 从早上说到晚上,他也没有丢给我,到晚上他就给我把那个东西发过来 发过来以后,他说你看看啊,但是你得快点给我答复 我可能明后天就要你答复了,只对多给你两天时间 让你答复,我是想哥,你给我两天时间考虑,第二天晚上 拍完戏回来,接到博哥 几十条长语音,四十几条,四十几秒,五十几秒,六十几秒 最后,听到最后一条的时候就震惊了 就是,我的剧本已经开始按照你的方向改了 你来不来,你告诉我一声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 这个,所以我就不懂了,你知道吗 我说,这个就是说 剧本已经按照我的方向来改了 来不来,你告诉我一声 行,挺好 我就想,我哥 我现在问题就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时间 一个因为我本来,Ship章专辑 你知道我出过,Ship章,杨章专辑吧 看来杨章专辑还是有点人知道 杨章专辑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本来是五月份可以出 就是把那个,二月份结束了,那个拍摄以后 去拍MV,因为我约了导演什么 拍MV拍完以后五月份可以出杨章专辑 但是呢,因为这部戏就往后面推到十月份 对于我来说,伯哥的这个电影是 就是《橄榄枝》 他给我的是剧本 他给我的是剧本 当时你就发现这个角色,确实是特别发挥 当时我觉得这个角色还不够狠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 还可以更加就是往身里走 我看到本子第一反应 就是,我以为是伯哥的电影肯定是喜剧 嗯,结果呢,是 这就是一个披着喜剧外壳的一个黑色幽默 人性的走向还是非常阳光的 包括就是小生那个角色,你刚刚也说 还是想要救回来 你们当时救回来的主要考量是吗 人性的救赎嘛 对啊 你不能他,你他把这个东西太往里面走的话 整个他就丧失了一种正能量的东西 我基本上不说自己是演员的 对,就是如果有一天大家观众觉得说 张一鑫是一个演员,这个演员也吸引得好 那可能就真的你是个演员 我自己称自己的话 我一直称自己是个歌手 是个音乐制作人 因为那个是我当之无愧的 因为那是我从小的目标 我的梦想,我的初心 我最想成为的是歌手 但是呢,打个引号叫误入了歧途 但是是引号的 就是因为遇到金南人帮哥哥 他们给了我很多机会 让我出演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那当然也有别的导演也给了我机会 就出演了各种各样的电影电视剧 那就变成了也可以演戏 但是呢,你说让我自己称我自己是演员 我也不敢当 你说我是音乐人 我是音乐制作人 那我真说得出口 你说我的音乐怎么样 我的音乐制作能力怎么样 这我是真的能说得出口 我实打实地说 但是你说演戏这块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有潜力 但是要自己得努力 然后还是得 还是得把重心要往这边放的时候 沉下来就像拍艺术好戏一样 就沉下来拍的作品 一起来创作作品会效果更好 黄渤这两个字 在我们中国电影市场就代表着票房 就代表着影响力 就代表着号召力 这我想信大家都毋庸置疑 他的电影能够邀请你 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一个小猫孩 演戏方面确实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你确实什么都不是 那我这个还是认可的 什么不是的小猫孩让你去演他的电影 那确实是给你机会 那这点我要看得很清楚 包括我刚刚回国的时候 红莱哥邀请我去演他的好先生 也是一样 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 你不要不急前挑战 你也不知道你张艺兴是谁 所以一开始2015年 我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 综艺跟演戏 你倾向于发展哪一个 我说我实在是做了这么多年歌手 我说别人问我是综艺咖还是演戏咖 因为我觉得两个我都算不上 演戏我也不行 好 综艺呢我也不是 我也 我也是误导误装就进了这个金银奖 我也不是专门搞综艺节目的 所以我觉得说 嗯 就 你就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 但是呢一边又是我喜欢的音乐 所以这还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真的是想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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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哈 时间虽然就是那么有限的那么两天时间 但是对于我 我来说这两天 这二十每天的这二十四个小时 我真的一直在煎熬 觉都没睡 就想这事 她看上你的原因是什么 是舒淇姐介绍的吧就是应该 我是认识舒淇姐 舒淇姐不认识我应该 欸不对 她不认识我她不认识我 她怎么推荐我 就是说可能大家都是相识不相知 对就给我了机会 就是让我能够遇到这么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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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们 对我来说这几天小战 其实它不是像是综艺 它是一个聚会 就是我跟哥哥们的聚会 当然当然是越到后面越这么这么的 一开始没感觉是聚会 还是当一个就是认真要去玩这个游戏 要赢啊什么的 没有 没有 对 就但我跟哥提了一点一点要求 我哥我能不能住一个稍微就是好一点的酒店 他说 嗯你干嘛啊 住这么好的酒店 我说我想要做音乐的氛围 要好一点的酒店 那个外面可以看到什么风景的那种酒店 可以就是做云做特别好 我就给他找了一些就是 可以看到风景很美风景的酒店 给他给他把照片搬过去 我说哥就订这几个酒店 我想要那种就是开门以后就是 那种视野非常就是空旷的这种 然后然后到外面去感受一下风啊什么的 然后再进来再在那里做音乐的话就有灵感 就灵感来得更快一点 是这样的他是分情况 他是 嗯 早上一般是早上是拍戏 从早拍到太阳落山 落山以后一般不拍的时候 就开始就可以休息了嘛 那休息的时候就开始读剧本 然后在那里学英语 为什么要学英语 对 读剧本学英语 然后做音乐 为什么要当中学英语 啊 多一门外语不是更好一点吗 对啊 这是你自己本来 对而且 对而且我自己 因为我跟很多国外的作曲家也会合作啊 做音乐什么的就是也 傻笑跟他们语言要能够通畅才能够做音乐更加顺利嘛 嗯 听说你在做音乐的时候 然后楼下就是住着余霍卫老师 哦 对对对那是在青岛的时候 对就是把朝着他睡不着觉嘛 然后这首歌马上就会在我的第三胎出现 这首歌本来叫做 本来是叫做水的 但因为余霍卫老师这个老睡不着觉 这个梗他一直说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歌的名字改了 叫做催眠树 熟读剧本剧本翻烂了真的 我就我别人说第一句台词 我就知道我要说下一句台词 我还不知道不用不用等别人说什么 我就知道 甲乙丙丁 这四位跟我搭戏的人都有些什么台词 啊 然后还会做一些功课就是看别人怎么演 然后就是看别人怎么演 然后去想想想想模拟 他如果在跟你演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演 然后你去怎么去跟他就是产生那个化学反应 嗯 你有你有看黄导演跟就是舒奇的戏吗 有从他们身上模拟到什么 哦 因为我向来比较孤独 所以呢 我就不去看那些就是撒狗粮的戏了 对我能除了那些撒狗粮的戏 我基本上都能够看到 都都能都看了都学了 有哪几场戏是导演对你的指导比较多的 没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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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讲哪个重场呢 我的几个重场基本都是 都是有导演在旁边指导我 然后指导指导这 他就要去忙别的了 嗯 所以就最后就靠自己 把他指导的东西消化以后 开始 就开始了 他会有就是比如说今天一场戏完了就晚上回去 我们再继续聊一下你刚刚的那场戏怎么会养你主 偶尔会找我聊一聊 我也会我也会时不时的去跟导演交流一下 我说明天这场重场戏我有几个想法 把它拍成视频给导演拍回去看一下 六十分 鸡哥鸡哥了 就是首先我要求很简单啊 就是你没让我挑戏 就我看这个整个这个东西我没有挑戏 我觉得就我觉得鸡哥了 对 首先遇到一个好导演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导演如果是这个人的薄乐的话 那就更好 机遇嘛 机会 真的就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记得有句话说的挺对的 就是在娱乐圈其实机会跟运气真的很重要 我看你了 其实是这么多的 那就是我好